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 下午好 欢迎再次回到Hussein's Drama 我的视频播客平台 今天这期节目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要把我的BMPCC 6K是怎么样从一个单独的机身组装成 现在你们看到这样子的可以拍电影的甲方快乐机的感觉 它也不只是颜值上长成了这样 它整个的实际的使用啊 然后方便性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毕竟还是要用它来完成每天每天的一些拍摄的一个需求 和工作 所以说美观是一方面 实用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 那我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所用到的所有这些配件 我争取能够把我找得到型号的这些型号都写在这个视频下方的简介区 那你们可以去参阅这些一个参考 然后呢我想先在介绍之前呢 说一下整个的配置 它一共花掉了我多少钱 那如果不算上这一个机身镜头 监视器和这一个三星的T5硬盘 整套的这个笼子啊等等你们看到的其他的这些东西组装 加起来是5913元 但是如果要整套的配齐不算上机身的话 这个所有的你们看见的这个装备大概是在一半3300块钱 再加上我在二手市场闲运上买的这个机身大概在6500块钱左右呢 那整个你们眼前肉眼所见的这一套装置需要花费的是2万块钱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那你们看到的这个组装它其实是整体分为三个部分 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我称之为核心或者说是整个一个一个 就像你要建一个船一样 它中间的这个部分相当于是船的整个的龙骨主干的部分 然后只有把这个龙骨搭好了以后呢 你才可以在它的后方接入一个后方的套件 那我后方的这个套件 其实是我称它为是一个供电组的一个套件 然后以及前面的一些套件 它主要是服务于相机的镜头的一些手动对焦跟焦等等 还有包括遮光照 ND 滤镜这样的一个一个装备 那我们先来到整个相机的组装部分最核心的部分 那我们拿到任何一台相机 第一件事情其实需要购买的是一个兔龙 那我在编PCC 6K所使用的兔龙呢 是来自于small rig的这样的一个半龙 那我用这个半龙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是半龙比较的轻便比较的轻巧 第二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这个small格的半龙 它的上边和侧边都有NATTO的滑条系统 有了NATTO的滑条系统以后 我去接上提手跟侧提手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快捷 那上提手跟侧提手的部分等一下我会具体的展开 那我们先说加完这个兔龙以后 我在下面装的是一块什么 我在它下面呢装的也是来自于small格的一个 一个阿卡的快装版 那这个阿卡快装版的好处就是在于 它可以很快的让我的这个相机 从这一个怎么说底座上面给下下来 然后很快的又上到如影RS2的这个稳定器上面 所以快装版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组合 能够从手持的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手持的状态 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去到一个稳定器的就是拍摄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在阿卡的快装底座下面呢 我用到的是一个small格的标准的15毫米的双导管的底座 那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底座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 那在这个组合里面我用到的两根15毫米的导管 它的长度还是比较长的达到了30厘米的长度 也是为了配合说有一些镜头特别是我现在挂在相机上面的这一颗 来自于士马的18-35mm f1.8的这颗镜头它的长度比较长 然后后方还要接整个的一个供电系统 所以我觉得30厘米长的15毫米导管是比较适合我的这一套系统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个怎么说就是导管底座下面装的这一个配件 它是来自于一家叫做Niser Rig 翻译成中文叫做来胜格其实也是一个中国的厂商的一个四角的底座 那这个四角底座好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我可以比较轻松的用这样的一个四角底座 让它可以站在任何的平面上面桌面上面 并且呢它的下方还有这样的四个的一个怎么说橡胶的垫 橡胶垫这样你放在桌面上或者说放在一些表面上的时候就不会划伤你的表面 我觉得特别实用 然后这个底座的下方还有一个阿卡的快装系统 上到一些脚架云台上面当成一个三脚架拍摄的使用 所以它从三脚架上下来又能够放在平面上 然后想要上三脚架又可以一个很快的快装的方式上到三脚架上面 所以这就构成了我们现在你们看到的整个相机的一个组装系统的中间的部分 那有了这个核心的部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兔龙上进行一些其他的配置了 那我们前面提到过我之所以使用这一个斯莫格的半龙 是因为它的上面和侧边都有这两个NATO的滑条 那我选择的这些提手和这个手柄都是用NATO滑条系统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上提手就是来自于斯莫格的一个NATO上 就是NATO滑条的通用上提手 这个上提手上面我主要接的是一个小尖监视器 那么这个监视器如果就是我要想要上到一个稳定器 或者想要把这个监视器从这样的一个组合上拆下来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拧这一个NATO的上滑条 把它从这个兔龙上面松下来以后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样的一个样子 就可以很轻便的进行拍摄 如果想要重型拍摄的话 就可以很快的把上提手加小尖给装上去 同样道理呢 我在侧边可以看到是相机的左侧装的这一个木质的侧手柄 它也是一个使用一个NATO滑条的系统 所以这个侧手柄我喜欢它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它的这个木质的材质 然后手感也非常好 木质的材质呢 给整个的黑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加了一些原木色 也是从颜值上面进行了一些点缀 并且有没有觉得这个木质的这个手柄 跟我这边的这个根胶环是还蛮搭的 也是来自于斯莫格的 这样的话我的左侧边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颜色 让它的相机整体的颜值变高 更重要的这一个木质的侧手柄 它还有上面的一个热靴接口 那这个热靴接口就可以就是拓展很多的配件 比如说我可以拓展麦克风 比如说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拓展的一个配件呢 是来自于斯莫格的通用的硬盘夹 那它主要是用来负责夹我的三星T5的硬盘 可以通过外置的就是USB-C 然后来录制就是录制内录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我的视频的片段录制到 这一个三星的T5硬盘里面去 然后就非常非常方便 当然这个热靴接口还可以接 比如说像跟胶器的这个 怎么说无线跟胶器的一个 呃跟胶的手柄都是可以在这里接的 所以根据每一次不同的拍摄需求 我可以在这一个手柄上面拓展不同的一个配件 那么通用的一个我单人单兵的配件的话 就是这一个斯莫格的通用的硬盘夹 那有了这个木质的侧手柄了以后 包括这个上提我的拍摄手段就会变得非常的多 我可以像这样双手持我的相机来进行一些手持的拍摄 我也可以在一些低角度的拍摄 用到这样的一个提壶手柄进行提壶的拍摄 所以说在手持的拍摄方面 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用起来手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么讲好了这整个中间的这一环的配置了以后呢 我们来到这一个相机很重要的一个后方的一个 我称之为供电四件套的一个组件 那这个供电四件套的组件 首先组成的第一个组件呢 是来自于斯莫格的一个双导管的转接件 它是用来架在这个双导管底座的双导管上面 然后我在这上面呢装了一块 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的 也是来自于斯莫格的四分之一螺口的一个转接板 那这一块转接板或者这一块四分之一螺口的快装板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万能的一块板 因为上面密密麻麻 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八分之三四分之一的螺口 可以拓展各种各样的配件 然后这个转接板我把它装在了这一个 15毫米的一个转接底座 转接件上面了以后 后方我用到的是一个来自于尼采的供电模块 这是一个mini的一个供电模块 所以装在整个的系统上看上去非常小 那为什么要使用一个供电模块 我也是觉得说供电模块它的好处是 能够让我的这一些为相机 包括小间供电的这些线 都接到这个供电模块上面 这样的话呢 我每一次在拆装这个Viko电池的时候 就不需要还要从Viko电池上的一些 就是接口一个出电口 去把这些插头来进行拔插 我每一次只需要把Viko电池去充电 换一块新的Viko电池 就是上来到这一个就是mini的尼采的一个供电模块上面以后 所有的供电就可以通过供电模块出来 而就是省去了很多的就是电池上面拔插的这样的一个麻烦的事情 那最后呢 说到供电那一定要有一块电池 那我这一块电池也是来自于斯莫格的 一个叫做黑旋风的mini的Viko电池 我买的是VB155的这个款 因为它是在mini的这个黑旋风的款式里面 或者说是电量里面 它是用电量或者容量是最大的 有了这块电池以后 它可以供我的相机 以及我的这一个小间的一天的拍摄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就一下子解决了我BMPCC 6K这台相机 它自带内置的电池供电时间严重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供电模块你们也会看到 因为我的这个组装非常的紧凑 它实际上离这一个6K的后面的这一块菜单屏幕的距离非常近 以至于你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在这里来操作菜单的 那我的解决方案是用到一个可以直接控制相机的一个小间 那这个小间是来自于Port Keys的 也就是爱肯的LH5P2代的这个小间 它可以通过蓝牙跟BMPCC 6K进行连接 直接在上方这个小间上面就可以用触摸的方式 来设置相机的一些拍摄的参数 以及调整相机的一些怎么说呢 光圈快门 ISO 等等这些东西 包括白平衡 几乎所有的你能在后面这块屏幕上面调整的菜单的这个部分 都能够通过这个爱肯的小间来进行调整 所以这非常的使用 也解决了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最后呢我们来到了这一个相机组装的最前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前面这个部分就是镜头 然后跟胶 那我这个跟胶器买的也是斯莫格的F60的这一个跟胶器 这个跟胶器在今天不展开说 主要是它的这一个跟胶环的手把部分 它用到的是一个木头的一个材质 我觉得也是跟我的整个组合 还是蛮配的一个外观颜值 使用起来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太多的不顺手的地方 手感还是非常好的 那在镜头的最前方呢 我买的是一个small rig的 斯莫格的迷你遮光斗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平常拍摄 这也不太用到遮光斗 只是说在一个相机的前部 如果有一个遮光斗的话 它会让整个的就是外观看上去 会更加的专业一点 如果有必要要拓展一些滤镜配件的时候 你也可以在前面插方形滤镜 或者说是圆形的ND滤镜 都可以拧在前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迷你的遮光斗 它又轻巧又轻便 功能性上还能够满足 还能够对整个的颜值起到加分的作用 所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那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下来呢 最后还漏了一些就是重要的配件啊 就是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小尖 然后后面的这个电池也提到了 最后就是三星的T5的硬盘 我用的这一个组合配的是玫瑰金的 也是为了跟这个圆木色有一个 比较好的颜色上面的一个搭配 那基本上整个的一个组合 这样子下来以后 在手持的阶段 它可以完成几乎所有的拍摄 也可以因为这个下面的四角底座的关系 也可以一个很快速的方式 上到三角架上去 最后呢 也可以通过把上面的这些 NATO的这个手柄拆下来以后 把阿卡快装板拆下来以后 把所有线拔掉以后 它也能够很快的上到如影RS2的稳定器上面 进行一些稳定器的拍摄 所以从拍摄的实用性角度上来讲 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那实际上我已经用它做了很多很多的项目 拍摄下来不管是画质还是易用性 我都对它非常满意 包括稳定性 这个电池的供电等等 所以这个组合我 清测下来 颜值比较高 用起来很实用 然后呢就是能够帮助你很快的在 甲方的面前建立起你的一个专业度 和你的相机的一个信赖感 那也可以就是真实的从画质上 帮你完成很多高画质的拍摄 那这期的BMPT6K的一个电影机的组装 给大家的一个手把手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对于里面的任何的配件型号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跟我在留言区进行一个互动 那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信息 尽可能的都告诉大家 因为里面有一些型号可能 斯莫格包括其他的配件厂商已经停产了 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你如果要买 跟我一模一样的话还要到咸鱼上面去淘一些二手的产品 因为新的可能没有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期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投币收藏转发来支持我一下 那下一期如果你们还想看到A7S3的这样一个电影感的组装的话 也可以来给我留言 那接下来的组装可能我就会去做一个A7S3的版本 那我觉得说把相机组装成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目的最终不是只是为了帅而已 而是为了让这样的一个东西变得更加的好用 然后你拿出去更有这种作为摄影师的这种成就感和快乐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